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大家保重 封桥经验已经上路了 近日有网友称 自己坐火车时被选中为平安志愿者拉到一个群里 负责及时报告车厢内的突发情况 据称 每个车厢都会有安排一名持有全程票的旅客作为志愿者 在列车到站时群会解散 网友公布的群公告显示 这是按照公安部铁路公安局关于一车一警 以及坚持和发展新时代风桥经验 建立平安列车警务团队工作机制 相关工作部署 以矛盾不升级 问题不下车 平安不出事为工作目标 根据网上信息 这一操作至少在三月份就已经开始施行 网友分享的群公告内容 为更好维护旅客列车治安秩序 让旅客出行更安全 更舒心 一 按照公安部铁路公安局各级党委关于一车一警 以及坚持和发展新时代风桥经验 建立平安列车警务团队工作机制 相关工作部署 二 郑州铁路公安处陈景支队执行乘务二队 探索建立5加N平安列车警务团队 打造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 人人享有的列车治安共同体 三 围绕三打三房工作 加强宣传发动和巡查防控力度等 评论者卓然在上报撰文说 在出席APEC峰会前夕 中共党魁习近平搞了一场级别极高的会议 刀把子众头头们 齐聚一堂 高举风桥经验 表扬积极人员 什么是风桥经验 一言以蔽之 就是要施法毛泽东阶级斗争顾忌 挑拨群众斗群众 把原本公检法承担的治理权利下放 鼓动群众专政 以暴力取代法制 毛泽东称之为 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镇 矛盾不上交 抓源头 抓苗头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把问题解决在当地 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为即将而来的文革2.0热身 中共有庞大的维稳队伍 从国保公安街道办 到朝阳大妈一条边 又有高科技网格监控密布 防疫大白的利害早已见识过了 为什么还要借重60年前的土法炼钢 答案可能有两个 一是刀把子 腐败到指挥不动了 二是财政枯竭 没钱发工资了 今报习指示他们渗透立愿 罗美龄移设反渗透法国安局回应铺 民进党立委罗美龄 今29日在国防外交委员会质询时提及 中国流亡作家袁洪斌 今年2月披露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转交给国台办一份文件 内容有四项要求 包括透过特定人士 督促立法院长韩国瑜 国民党团总赵傅昆奇与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用议会改革名义 让立法权停摆 质疑有涉嫌反渗透法之余 对此 国安局长蔡明燕回应 要有相关证据 他们会再注意 且近来中共采用复合式威胁 使台湾面临严峻形势 罗美龄在质询时指出 中国旅澳法学家袁洪斌2月提到大选之后 中国对台抛出多项指示 袁洪斌2月的时候就已经透露了 不是520或这两天才透露的 当时他提到四项重要要点 请问国安局有掌握吗 国安局长蔡明燕回应 对于中共国内政情 以及对台政策相关讨论与动向 本局都有关注各种功勤与秘情 2024大选后 国内政治生态与结构出现变化 确实有注意到 中共在涉台政策讨论过程当中 有针对未来政策进行讨论 然而 罗美龄续指 袁洪斌爆料习近平有四项要求 第一是通过各种有效途径 敦促韩国瑜 傅昆奇以查弊案 反贪腐民意追查台湾遣建国造案问题 进而破坏民进党各种国防自主权 以及国防战略 瓦解台湾以武巨头的意志 第二 韩国瑜宣布要以九二共识为前提 使国共两党九二共识成为台湾社会 主导性看待两岸关系思潮 第三 透过特定人事 督促韩国瑜 傅昆奇与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用议会改革名义 提出立法院调查权 总统质询权 反台独等法案 让立法权停摆 第四 透过特定人事 在韩国瑜主导台湾民主基金会之后 督促他与各国华侨进行密切交流 请问国安局有掌握真伪吗? 蔡明燕表示 国安局会再注意 就国家情报来讲 会对工情 密情交叉对比 才会掌握中共对台相关政策动态 之后才会向委员说明 罗美林对涉及第三点的特别人事进行追问 其是否违反反渗透法 蔡明燕则说 反渗透法有构成的法律要件 国安局会特别注意 在两岸交往互动过程中 是否有涉及反渗透法的条文 包括协助中国在本地发展相关组织 第二是窃取相关国家机密 第三是否涉及高科技技术转移问题 罗美林问 那有涉及反渗透法第五条 任何人不可受渗透来源之指示 委托 资助 进行游说行为 蔡明燕说 对 但要有相关证据 我们会再注意 习近平诱生事端数劲敌 5月5日至11日 中共党魁习近平曾远赴欧洲访问法国 塞尔维亚 匈牙利 然而 5月27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中日韩峰会 习近平却不愿意参加 由李强代行 大纪元评论员中原撰文说 中共党魁似乎更愿意和法国总统互动 希望从欧洲打开缺口 以分化美欧联盟 然而 日本仍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中国与日韩的经济活动量比法国也要大得多 日本与美国正加强同盟关系 韩国在中美之间也明显倾向美国 国际形势对中共极其不利 中共本应抓紧改善与近邻的关系 尽量拉住日本 韩国 至少要防止两国进一步靠向美国 然而 中共却舍尽求远 中共党魁可以远赴法国 却轻视日本 韩国 中共内部评估或许认为 没有办法真正阻止日韩倒向美国 于是基本放弃了与两国改善关系 这实际等于把东亚近邻当作敌人 这样一来 从韩国 日本 台湾 直到菲律宾 中共等于在配合美国及其盟友的第一岛链防御策略 如果还在考虑面子 中共就已经不是一般的愚蠢了 李强从一开始就没有接住二号人物的头衔 李克强的专机也没能被继承下来 李强外访只能做包机 5月27日 李强在韩国参加中日韩峰会 中共政治局却在北京开会 李强显得可有可无 中共等于降低了参加三方峰会的级别 李强在峰会现场大概只能念稿 没有权限和日韩首脑真正磋商 中日韩峰会实际变成了日韩加一峰会 李强与日韩首脑的会晤应该也只能走过场 在双边会谈中不敢乱说话 中共明知韩国最关心的是朝鲜问题 声明中却知词未提 韩国为中日韩峰会三度重启耗费不少精力 中共却敷衍了事 继续不把韩国放在眼里 尹熙悦在峰会的开场白中 专门提及朝鲜准备发射卫星仪式 但李强继续念稿 完全忽略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李强会晤 应该也知道李强说了不算 主要通过李强向中共党魁表达日方立场 中共没打算改善中日关系 双方的会谈实际与中美之间一样 基本没什么交集了 为进一步压低李强 中共党媒故意降格了 李强参加中日韩峰会的报道 同时高调宣布了 中共党魁准备接待巴林 埃及 突尼斯 阿联酋元首访华的消息 中共连近邻的关系都搞不好 还在想伸长手到中东装样子 却根本解决不了当前的国际困境 最后恐怕还是鸡飞蛋打 阿波罗网是独立媒体 没有政府和机构资助 您的每一份支持和鼓励 都温暖并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 在每个视频描述下都有赞助链接 请大家多多支持 请您点赞转发和留言 让更多人受益 也请您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选全部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